相信许多人都有同感 感冒虽然是小病 但是连续几天来的全身酸痛 发烧 咳嗽 却让人昏昏沉沉 什么都做不了 台大医院研究流行性感冒的 小儿科主任李静云经理表示 台湾地区春夏秋三季 都可能会有流行性感冒出现 由于最近已经有病例增多的现象 因此民众要格外当心 在这个时期 我想在台湾 是有可能会有流行性感冒病例 病例会出来 我们还没有做病毒的培养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是不是真正有流行性感冒的流行 不过我想肯定性是相当多 李主任表示 流行性感冒如果是新型的 才会引起大流行 所谓新型的症状 病人会发烧 全身酸痛 咳嗽 打喷嚏 李主任强调 感冒虽然是小病 却不能够掉以轻心 感冒对于身强力胀的年轻人 威胁不大 但是因为它会引起肺炎 支气管炎等并发症 老年人 小孩 体弱的人 都要特别的注意 老人家 或者是那个婴儿 小婴儿 尤其是那些有那个慢性的那个气管炎 气喘 有心酸病的那个人 如果是得到这个麻病 就很麻烦 它会引起那个肺炎 甚至会死亡 就会躲起来 所以我想这些 这些那个特色的人 跟那个老人家 婴儿可能特别要小心 李主任表示 趁这波感冒还没有引起流行之前 大家最好防患于胃然 平时注意营养 晚上早一点休息 不要太过劳累 脱喝开水 多吃水果 万一引起流行 也要尽量少到公共场所 以避免感染